离开的 什么是智慧 我再问什么是知识 知识是可以读的 知识只要你读一本的关于一本的学问 你就能读了你就有知识 但是这些知识能够能不能apply 能够使用在你生活里面 这就是智慧 我常常跟我太太讲 读史书 史读书 读书史 不能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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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没有智慧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 好 那么来看 如果我们要追求属天的智慧是怎么样 那我们来问几个问题 来讨论 分享属天智慧的特质 第一 你要问 你不管要属天的智慧 你必须要问自己 你心是 是否光明流 清洁 第二 你是否爱好和睦呢 不要吵 不要闹 不要乱 不要爱好和睦 然后你别人感到你是容易清洁的吗 还是人家看到你就冷冷的 你笑也不会笑 人家跟你握什么东西 你不在乱 一直在吵 属神智慧必须来问这些问题 别人感到你是friendly吗 你是很friendly吗 第一是你会压抑别人过压抑真理吗 你你你你你你站在人家里 人家感觉到你是一个威胁的 ok 一样一样一样 第一是 你是否经常想到别人的需要 就是 我 我 我 你先 有神的智慧 你会要神的智慧在你身上产生追求神的智慧 你必须先想到别人的需要 不要只是想到你自己的需要 要有怜悯的心 第一 哎 你的人生是否有产生属灵的活跳呢 就是能够结果子出来 人家能够轻易 人家也厌一厅 那怎么说呢 人家你传福音 人家不接受 不是因为基督不好 也不是基督教是你不好 是因为你不好 所以你不能结果子 如果你要看到你在传福 人家愿意跟你来教会 人家愿意跟你去你所拜的神 是因为人家从你身上看到这个佛子 有个人意思吗 别的绝对了 有个人说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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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必须要结果子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的行为啊 看到没有让你 我相信你 一些你长的 年纪 没有大 你明白了什么 一些人真的是 你看到那些 他还讲他 满口 还讲他是基督 满口还讲 但是他 骗公西 老狼 出窃 做生意不老心 啊 啊 很多那些东西 哇 可是他讲他是 克里斯典 真的是 侮辱基督的名字 真的 人家看到 哎呀 这样我不信耶稣我 比他还好呢 我的道德标准还比他还要高 好 哎 那么 接下来 你会用 偏见 偏见去判定人吗 用 你不是 看着神的话语去看事情 而是 看着你自己的喜好 去看他做事情 然后 嘿 你的生命是否 例外 意志呢 是没有想到的 哎 这些都是 我们需要考虑的 然后 十八天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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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死人和睦的人 以和平杀主 只能够 收到义的和责 你去用和睦 用和睦来杀主说 你就能够得到 OK